高雄市终于要盖社会住宅了 地点就选在铁路地下化民族站旁的市有土地 预计要盖200多户 市长陈局表示 希望新建一栋没有标签化的社会住宅 大家可以轻松自在平等快乐的住在一起 根据了解都发局原先针对几个地点 评估是否适合新建社会住宅 包括捷运沿线 铁路地下化后沿线的国公有土地 最后敲定是铁路地下化 民族站旁的市有土地 都发局表示 虽然高雄房价和租金不向北部高不可攀 但仍有租不起甚至租不到房子的市民 因此市府运用铁路地下化 民族站旁的市有土地 将新建第一座全新多功能的社会住宅